Hello大家好,我是小枫,今天开始的话我们就要征战甲击职业联赛 没错,我们的强无敌战队这一赛季进击甲击联赛同时又冲击全球联赛的职格 好了,现在是2025年的2月2号 首先看一下,这一赛季我们这边游戏场上又做了一个新的更新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新的更新的对方推送了一个新的补丁 也就是说这一赛季开始多了一个新的英雄叫做障碍法师 这是一个法师,同时由于上赛季女基斯的出色发挥 她再次受到了削弱,而且这一次是大削 直接削弱了她7点攻击率,代表她每一次加血的加血量会掉很多 同时狙击手的攻速又再次降低 忍者由于之前输出太高,所以这一次给忍者的生命力也大削 就是说忍者现在只有一换一的能力,没有一些其他能力 她过去就是只能换掉对方的后排 但是她的血量掉了很多 同时,这一赛季增强了死灵法师 我说怎么样,上赛季我就感觉这个死灵法师很弱 她每一次召唤感觉没什么意义 所以这赛季呢,稍微增加了一下她的攻击力 同时把魔法骑士的生命力增加 也就是说魔法骑士这一赛季能稍微扛一些 同时盾牌兵的防御力再次提升 就这一次又提升了一下防御力,毕竟骑士太过于强势嘛 那该怎么玩呢?很多朋友想看我就是玩一下这个游戏当中 比如说其他的英雄 我常用的比如说弓箭手 然后女祭司火法巫女 然后有人想看冰霜法师和魔法骑士等等 但是这些职业真的是好弱好弱 就每赛季胜利垫底 像这冰霜法师要输出没输出 它的输出力很低只有15点 而且它的控制力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 又是个小脆皮很容易死 就是我们还是要选择强势英雄 否则什么英雄都玩的话我们会输的很多 就没有办法去晋级了 当然有可能的话我会给大家演示一些新的职业和新的英雄 比如这些赛季我有可能会更多的出这个死灵法师 而新的这个职业它应该是个辅助 叫做障碍法师 它没法加血 它只能为队友加一个屏障 然后队友获得防护 同时减少对方的攻速 属于一个辅助性的职业 但是它这个攻击力和攻击的范围等等 一般我们可以稍微赛季初期可以试一下 当然试的话就很容易那个什么 很容易可能会输 好了我们先看一下甲鸡蓝赛 第一个 首先要注册新的队员 我上赛季把之前练起来的油条 就是那两个发挥不稳定 那两个没有和他们续约 我重新招了几个人 然后除过之前我们小四强之外呢 可以再来几个 有了田高 汉堡和鸡腿 算是我们招了几个新人 但是他们的属性其实都一般 所以这赛季花卷暂时不用 我们这赛季可以稍微用一下 圣尖是有魔法骑士 这赛季魔法骑士有增强 所以可以选一个圣尖 注册一个圣尖 然后 看一下 鸡腿其实有个血腥气 属性也不错 就先注册一下鸡腿 同时他们俩呢 田高和汉堡呢 在家需要再练一练 OK 注册完花名册之后呢 所有人准备出发 依旧是剩下几个人 我看田高 花卷和汉堡 我们花卷属于老一辈 虽然他现在已经没有出场的机会了 但是他是我们这个 强无敌战队精神的象征 肯定要依旧留下来 好 假计联赛第一轮对阵是punk game 这怎么感觉像steam啊 这个punk是什么鬼啊 人物方面 我也就上我的小四强 大家状态都还不错 而且本身属性都还可以 没有那种特别废的那种属性 然后对方看一下 对方的属性好够啊 我们知道赛季输气的敌人都比较弱 哪怕这个steam队呢 他应该是上赛季联赛排行第六的队友 就是还是比较弱的 来首先依旧是喜闻乐剑的第一轮搬选环节 我不要兵方法师 法师先搬倒 看起来下赛季有可能还会出人 对方先搬了盾牌兵 我看一下对方 这个幽灵和野蛮人狂战士 哇对方的技能属性好高 哎呦我搬下鬼魂 鬼魂我没有擅长的 对方搬到了忍者 那我还是活法上赛季有削弱 但是也还不错 呃我们可以先抢一个 先抢个火法 抢对方抢什么 哇第一时间抢珍爱法师 应该给他的四号位抢 然后抢到了骑士 对方进了盾牌兵 那我这一手女祭司削了 我这手先来狂战士再看吧 女祭司感觉削了之后 对方选了僧侣 火法加狂战士 我现在缺个ADC 缺个ADC的话来个回旋标猎人吧 回旋标猎人 上赛季没动 然后前排奶差了一些 你一次削了之后 我不知道他这个加写能力到底有多强 怎么办是 试一下 反正赛季第一轮吧 输就输 我们初始进入甲级连赛 哇对方 对方的阵容比我好一些 我看啊 火旋标猎人没有会用的 狂战士 他们俩现在 我没有特别好的专精 这个专精搭配有点问题 就是他没有特别好的专精 但是也可以打 来看一下 试一下这赛季增强的这个 这个法师 死灵法师 哇野蛮人 野蛮人顶住 野蛮人顶住 哦这个这个盾牌 会增加我方 会减少我方攻速 这是对方的辅助吗 辅助是一个远程的输出职业 哇哇哇 不过我方两个AOE输出 火旋标猎法师 以及这个火法还是很强的 哇 你看火旋标猎人 哇这个大招 火法开启的大招 放人家全不死 野蛮人开启大招 砍三万万 哇对方的屏障 对方这个辅助职业 好像很强的样子 他这个屏障 会各种给对方加护盾 以及减少我方的输出 但是我方输出依旧很吸引 毕竟 火法和火旋标猎人看一下啊 一千多 这个 这个死灵法师打出了700多点伤害 感觉输出一般 感觉输出一般 但是他的技能好像是召唤食尸鬼 就召唤一个小小小食尸鬼 能稍微扛一下 他倒是扛的挺高的 扛了一千多点伤害 17比8第一轮 胖个game打赢了 就是在我们赢的前提下 我可以稍微尝试一些其他职业 来 再接再厉加油 这个队伍怎么一开始就给我们露气啊 毕竟这赛季遇到的第一个队伍 应该就是最弱的队伍 我们开门还是要红一下的 反正斯维斯情况下先抢优异 这个这个专业法师 这我看起来好像也不错 搬选 对方搬到了活法 靠 这个有点烦 对方搬到了活法 我这 这一赛季我没有选择有神剑手的职业 那就搬掉吧 免得对方选 我可以抢下战案法师 再搬掉冰法 对方第一时间抢僧侣 好 我抢骑士会员镖 他们抢到了 他们把野蛮人抢到了 我现在是都没有僧侣 我抢一个障碍法师试一下 毕竟是新英雄 新三级新英雄应该还 对方有一个特别擅长障碍法师的 对方抢到了死灵法师 三进战加死灵法 那这边 我擅长的忍者 僧侣都不好用 我们还是抢一个女祭司吧 抢个加血 毕竟前排有踢 双辅助 双辅助加射手 就主要输出在射手上 然后这个辅助看一下 刚才我看了一下这个障碍法师 好像输出还可以 刚好能给我方的这个骑士 辅助一下他的那个 踢的能力 好 有了法师之后 骑士应该能点得住 哇 我们看 哦 在这个 在这个 结界里面 所有人会加盾牌 我去这个厉害 但是骑士不要伤太快 我可以啊 这个辅助 这个辅助是个加盾的职业 虽然他没法加血 但是看到没有 只要站在结界里 所有人会加盾 我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我方其实这么坚挺 我对方 我方其实好 哇 去 对方 死灵法师复制了一个我方的 什么玩意儿 哇 你看 站在盾里面我方的 哪怕这个 回旋面射手也有输出 虽然面板数据 虽然这个辅助的面板数据很差 但是他 他的输出真的好高 你看 站在这个阶级里我 我方 所有射手都能顶 我厉害啊 这个职业 可以 附带奶妈 奶妈加套盾 对方哪怕三进阵 然后这个 食尸鬼招的这种 死灵法师招的是 食尸鬼之类的 但是依旧 你看 又套盾 而且盾这个 套盾的数量好高 Nice 2比0 哎呀 还是有时候 还是需要 需要用一下这个 各种东西的 来看一下 Heavy Esports 这三双叉戏 和我们一起晋级的 他可以啊 他竟然 也取得了2比0 哇 这一生之敌 你获得法师耳麦装备 法师耳麦啥 法师耳麦 法师英雄 专精加4 我还是喜欢这个 生命偷取的 来 之前也是做了好多东西 材料还是有一些的 一天鼠标攻击加4 我已经有这装备了 能来个金色 或者红色的吗 传说级别的 垂直鼠标垃圾 我感觉我永远做不出那种 红色的装备了 真的好难 混凝土 椅子 我的床还是更好一些 哎呀 没有什么特别好的 来看一下这次赞助商 赞助商 我这次欠了三个 我不知道啃什么 是吧 都是还是 比如说骑士僧侣 狙击手 斗士之间的实现等等 不着急 来第二轮 台湾红 虽然我知道 假机联赛非常难打 但是 所有人我们已经要加油起来 好 第二轮对阵是 PARTY GAMING 他排行第九是个垫底的队伍 但是即便是假机联赛 垫底的就有 他们这个人的实力水平 看他们六十七六十八 就是比我要高 整体他们水平 而是整体的专精 看他三十多点专精 也就是说从这一赛季开始 我之前在半职业联赛的那个折服了 大概三年的优势已经是没有了 就是每一场都是硬仗 每一场必须要靠这个阵容取胜 否则还是很难胜利的 之前我可以依靠 比如之前我可以依靠我的数据碾压 那这赛季是没法了 所以活法和冤冤烈 打OE这两个是必须的 对方 战略法师 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会第一时间 我需要抢一下战略法师 来 活法7次先抢到 对方僧侣 僧侣加野蛮 战略法师特别适合三菜刀队 活法加骑士 奶妈方面 我觉得输出方面回海洋类人 要比普通的射手 比弹塔这个射手要厉害一些 所以加一个奶妈 加一个 或也就是说我 我这里甚至忍者可以去切对方后排 但忍者送太多分用链 怎么说 我这个专精好像差了一些 对方专一一下加三十多点 这个你看那个属性 八十多点增加 狂战略法师 来吧 对方 对方射门这么快开大吗 开启的加鞋也可以 在加鞋内硬顶对方射门一个大 然后我方也开启大招 这大招怎么短了 哎 这个bug吗 回海洋类人的大招怎么这么短 哇 对方在个盾里面 扣硬的 这个魔法骑士 这个辅助厉害 这个辅助 这赛季 果然每赛季更 就像我们现在正常玩的游戏一样 每赛季更新的新职业感觉上 都很强 哎 这个辅助还是个超远程攻击距离 你别说他这个 他这个攻击还有点伤害 但是 你看 现在就这一赛季 我方的数据比对方低 但是对方依旧打不过我们 就是因为 上赛季 虽然有点小靴火法 但是火法依旧很强 就是哪怕他 除非他是大靴 否则他这个 相当于三倍的攻击 一个技能 黄悬标一个技能打到对方四个人 哪怕他攻击力降低了 但是他 依旧 就整体的输出还是很高的 特别双AOE情况下对方有点难 这俩是必选的 我这赛季要 果然看 对方第一时间进我的黄悬 我进 对方有一个魔法骑士 进兵法吧 对方有个兵法 还有个射手 蛮 蛮厉害的 对方进到了骑士 什么意思 第三抢独标猎人 回来那火法家 火法家野蛮人 我先抢到再说 就是 对方见识 那我 障碍法师 僧侣 加死灵法 死灵法师 障碍法师 我是 野蛮人障碍法师 加 火法 这边可以出个神圣手 形成双ADC 但是 我还是女祭司 把让野蛮人更 就是更肉一些 掏端加加血 来 女祭司这里可以给他 好 属性加血 最后的辅助弹塔 只要没人窃我的后排 弹塔 他的辅助职业 就是只掏盾就亏了 野蛮人顶住 野蛮人顶住 哇 去 你个盾 你个盾套的有点问题 我野蛮人有点顶不住 即便是加血 他掏盾野蛮 我野蛮人跑得太快了 大哥 掏盾 哇 火法在盾里还能坚挺好久 奶妈 奶妈顶不住了 奶妈顶不住了 大哥掏盾啊 哇 对方直接 这方复活了一个 我的奶妈 你在逗我 看死 还好野蛮人开的 我对方的死灵法师 可以复活 就是我方阵亡的队友 我刚才对方复活一个 我方的奶妈有点伤 这边11比8 还行 野蛮人顶不住 野蛮人 有点不够顶 我觉得这种掏盾套给骑士 或者大盾兵还可以 野蛮人这个输出 有点危险有点危险 还行 13比1 差一点 好 我们一就是2比0 排行现在一就是第一 哇 这个HeavyE Sports这么厉害吗 他好一起进入到贾基联赛 他也是2比0 真的假的 贾基联赛怎么这么菜啊 我去 卧甲野兰赛一轮比赛有700块 还是不错的 来 第3轮 开始 是 take a talk talk 第三轮对阵的是抖音战队吗 这个抖音战队是个标识怎么这么奇怪 一胜一负 排行第四 哎呀 看来是硬硬茬呀 来 小韩 布鲁鲁 奥特 是吧 我去 这这名字 抖音战队可以啊 抖音进到了狂战士 我看一下对方 对方有一个吸血鬼 还有一点恶心 血鬼上菜就有所增强 我把吸血鬼稍微近一下 忍者增强 然后死云法师应该也不错 我有一点烦 近点 就是要么我用 要么不给你们用 对方第一手抢电视 火法加骑士想抢 好 因为 我觉得这个版本就是能顶的就骑士和盾牌兵 这两个是纯肉 然后其他人有好多人顶不住 火法骑士对方 出了狙击手 攻速 你看对方的这个属性 攻速加10 属性加10 攻速加10 对方都是飓风什么血腥气 美达山一刹 攻击一下 都好强 我方这恰得要死 战法师应该强 版本 版本男 魔法骑士 对上菜机有加强 加独标猎手 双ADC 加双肉 那我最后一波 出个 说你一丝吧 稳点 就是双辅助 双辅助比较稳 呃 对 饺子 饺子和蛋塔 然后烧饼在这里 但是这两个 主要这俩辅助 现在 对 让那个 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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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饺子当辅助 然后 蛋塔当骑士 烧饼作为这个奶妈 这样他相加之后 这个属性会更高一些 敌方这半选 都是都是神仙半选 OK 我对方这 骑士怎么切我后排啊 什么鬼 大哥 烧饼你的盾牌呢 你的盾怎么给奶妈 啊 烧饼这个这个战战术 有点差 战术素养有点差 骑士踢住 好 好 套盾套盾套盾 烧饼 烧饼 把盾套起来 好 给骑士套盾 其实又没了 我去 这才怎么回事 骑士怎么这么菜 我去 这个大招 哎 这个奶妈开了个寂寞扎招 哎 9比6完了 这波打不过对面 为什么啊 我感觉是站位问题 我会打着 我会打 我会打着 啊 骑士怎么顶不住啊 这个奶妈 奶妈给对方的输出太高了吗 我方骑士一直顶不住对方的双EDC 哎 这个狙击手打的 被牵三 箭矢 哦 对方的箭矢属性好高啊 哦 第一 第一楼输了 抖音阵的这么厉害 不行不行 没病 哎 我是不是应该选 哦 上次上次 上次 对方把忍者进了 遇到这种 遇到狙击手的情况下 一定要选忍者 就跟他兑换 不然这个忍者输出 不是这个狙击手输出 太 太稳了 一直在无限输出啊 还是障碍法师算算算算 不好的 不好玩 嗯 死灵先进了 对方有两个会死灵的 对方进到了火法 呃 巫女也进掉 我对方进到了骑士 火箭边两人射一个 看对方怎么选 障碍法师 加狙击手 我去那忍者先抢了 我弹塔 可是忍者专精 就就专科这一手 火箭标类人家 前排得有个踢 抢个僧侣吧 抢个僧侣 抢个 呃 抢个僧侣 抢个 女祭司 可能输出差了一些 对方抢个大盾 来女祭司给他玩 忍者给他 好 这一波 我方这专精加的非常的多 属性应该对方有压制一些 但是 能不能打赢 不好说 忍者只要能把对方的障碍法车 狙击手切掉 忍者 这波主要看弹塔的人 但弹塔忍者不要 怎么上去松了大哥 切掉 怎么就没了 靠 切切 大哥你切谁 你怎么切踢去了 切狙击手啊 所以切切切狙击手 切切狙 这忍者是个脑残吗 这忍者 你怎么没有切剑 失去了 what what the fuck 啊 对方大盾开了个超缝 忍者又松了 但是回面射手 这波数数很高 忍者开启大招 开启两个可以 盾牌兵开了个互动 忍者又没了 忍者怎么老是切剑 神 你倒是切狙击手啊 这个弹塔 这个战术素养 我这是最有不去 还行还行还行 对对对 好好好把狙击的 把狙击把狙击的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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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可以 对对对好好无限截刃 好狙击我死了 对最后是个很关键 赶上狙击手 哪怕忍者上赛季 削 削洗了 洗浪少一半 只要忍者不削攻击力 就是给你换 让你后排的ADC打不出任何的输出 出来就死 出来就死 哎呦 如果他是我自己操控 我 他那个闪现一击再再补一刀 直接可以秒一个人呢 哎呦 结果 赛季就是前半段这个忍者一直在 一直在切对方的踢我就醉了 来 还好刚刚是属性碾压 火星没有令人对方进了 狙击 进了再说 反正死 对方进了僧侣 随便进一个 来看对方怎么选 魔法骑士 那就火法加骑士先打上呗 这两个是最稳健 而且属性是最好的 对方抢了一手巫女 僧侣被禁 然后 狐血喵猎人也被禁 嗯 抢手攻守 盾牌兵 加死灵法师 优先攻击敌方 生命值更低 对方有个轻视弱点的死灵法师 然后我这边有骑士 有骑士有火法 可以来一个 可以来个女祭司 女祭司虽然去了 但是 还可以 毕竟是纯奶嘛 他的奶量还是够的 等会 这个骑士一定要一定要让他拿他 然后女祭司让他稍微加点就可以了 好 这方 对方的属性在这一次好高 跟我差不多 有绕有贴有输输 好 谢谢 对 给那个 给骑士 骑士顶住 骑士顶住 可以 这波阵容就很棒 毕竟攻守也是比较强的一个单体叔叔 只要骑士不倒 我方后排无敌 啊 怎么怎么 怎么骑士倒了 然后 那个神父也死了 男也死了 对方 大盾开了个嘲讽 我方大招呢 火法开了个大 可以 哇 对方怎么 双奶妈 我对方复活奶妈 然后我方奶妈直接开个大 我去 对方现在五个 把这个奶妈切掉 啊 太烦了 对方复活 我方奶妈 好 火法搞死了 好好 现在站位很稳 对对对对 骑士站在这里 后排这输输输输 好 只要骑士不倒 骑士一倒的话就麻烦 快快快快快快 对 双方骑士顶住 然后后排 看我方这个站位就很好 可以 搬回一程 嘿嘿 强目的 诶 Hemmy Sports 还输了吧 我就说嘛 你这个 上赛就这么强 吐尔 吐尔多尔麦什么东西 获雷格西那尔麦 诶 射手专精 加8攻速加3 我靠 是个紫色的 当使用射手获得100场胜利 才可以获得 包括斗士专精 哎呀 但是 但是 但是他只能增强ADC 我这可是能增强所有人的生命头去 我觉得不要增强某个人 过这个攻方过代了 一个烦死 好 现在三胜零副 走继续走 加油加油 希望在三级赛季后期 我们能更加厉害一些 YBOX GAMING 二胜一副排行第五 哎呀 这些真是黑遍了所有的 软硬件和游戏厂商 来看看 YBOX GAMING怎么样 我希望这些赛季直接能拿到冠军 如果拿不到的话 下赛季肯定也要拿到 来 我对方属性真的好高 第一时间进回旋标 我对方的专精34个 我没有盾牌兵的专精 所以我先把他大盾进了再说 火法师也进了 我靠 我对方是会玩的 对方是会玩的 他禁电了我两个主术助理 然后抢了斗士 我先把骑士和奶妈抢了吧 我先把骑士奶妈抢 然后再看情况 看对方怎么选 死灵法 骑士奶妈抢掉 骑士奶妈抢了 这一波打一个三进战 我和对方四进战 我没有AOE 我对方先进到两个AOE 然后选了四进战 这波输出我选谁啊 输出选军手吗 举手和攻手 攻手吧 我的攻手 攻手稳一些 攻手属性高一些 骑士给他 然后奶妈给他 但是我方辅助没有任何的专精 只能这样搭配比较好一些 对方 我对方这些 你看这些选手什么 治愈力增加10% 攻速加10% 对方这个状态什么 手杀这些所有属性加10 对方这些队员不会 假计联赛的队员 这好厉害 他给你掏盾 掏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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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掏起来掏起来 骑士一定要 骑士 骑士怎么没了 我去 好关键是可以掏盾 可以骑士顶住 骑士超防开起 我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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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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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厉害 好至于开起 但是骑士怎么上去了 野蛮人 对方野蛮人 开起大招 我去 这个有点狠 对方还复活一个我方的射手 死灵法师是真的恶心啊 这个死灵法师 他复活有点恶心 8比8 还可以 顶住 骑士顶住 骑士哥哥顶住 盾牌 盾牌套齐 加鞋套齐 顶住 骑士哥哥你一定要顶住 骑士 加盾加7 对对对对 只要骑士顶得住 其他人都是OK的 骑士没了 盾牌关键时刻 套了个盾 坚挺一波 骑士顶住 快叶 啊 12比10 还行 虽然我是只是在场外的解说 但是我感觉我比 我比在场的队员还要 紧张啊 我去 上方对方是一波针对性飞 极强的那个 雪人 好大家加油 已经听到大家 已经听到刚刚 通过刚才的解说 我嗓都已经喊牙了 不行 我们要稍微作为职业解说 我们要稍微保护一下嗓子 虽然他好发现 我没有这专精 不是我不选 我没这个专精 火法先抢了 特别适合万金油 而且你看对方火法也特别大 对方把骑士抢了 骑士抢了 魔法骑士 火法女祭司这两天抢再说 然后看看别的 鬼魂 哎呦鬼魂 我抢个僧侣 后发女祭抢个僧侣 抢一个 射手被抢了 对方有鬼魂 鬼魂会贴后排 防战士吧 防战士 这波后排ABC费了 对方忍者 还好 忍者 和过去 嗯 女祭司给他玩 把对方忍者 如果一只骑我的辅助的话 是一担恶性 加不起起 然后 双 对方双刺客 哇 感觉 一到这种甲鸡蓝色 对方好有想法呀 你看忍者一只骑我方 后排 但忍者死在好快 忍者和这个幽灵一直在抢 七号方后排 但是明显 忍者和幽灵送的太快了 忍者和幽灵送的太多了 活法的输出还可以好 奶妈加起大招 OK大招开启 哇一波大招 对面对面全面 野蛮人开启大招 看过去 哇你听着 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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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 哈铁的声音 毕竟僧侣属性还高 哇 后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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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前后排脱节了 哎呦 这一段难受 前后排脱节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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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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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阴无险 还好这赛季忍者虚了 除非我方这俩人 奶妈和火法比 什么狙击手什么人摔的肉就行 而且奶妈有时候关键一口 他忍者切不掉 OK 我这highway e-sports可以啊 三胜一副直接打进假联赛 感觉我和我抢第一 走 下一轮 汉堡和甜糕呢 现在就一句花卷就只能在家 娇娇花 养养鱼 你看我的 我们家的马桶 已经变成了黄金马桶 Slackers第五 两胜两负 相信我们强无敌战队一定会赢的 而且本身在这赛季战斗当中呢 所有人也是会稍微 对吧 训练一下自己的属性 也就是说等到赛季末 应该大家群体属性应该能到达70左右 来 搬选 看一下对方 对方吸血鬼好强 魔法骑士巫女 把吸血鬼巫女搬掉 根据对方这种搬人 不让他们选他们攻守 他们就是专精最高的是 吸血鬼和巫女把他搬掉 使用法师他禁掉了 不搬我火法你们就数一半 他抢了回旋标烈人啊 恶心 骑士也被抢了 哎呀哎呀哎呀不好打 箭矢骑士 强个僧侣 这手被抢了 这样僧侣加火法加女祭司 僧侣不一定顶得住 这时候我来个 这款个火拳标也是AOE 如果冲得太前老是被打 超远程的狙手吗 但是 想个超远的狙吧 冰刷法师对方来来不控制 这个阵容 稍微有点脆 对方阵容 箭矢 箭矢有点偏刺客样式 还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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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起来加起来 僧侣本身要加起的 只要我方狙手发 如果这个狙这个发挥不行啊 还行还行狙的话 点对方单体 然后活法主要是 活法点对方的AOE还可以 好开起大招 哇可以 对方冰霜领域 我的天 可以 狙完克对方 对方火炎标射是风大招后 狙直接一个雷全炸死了 可以这种阵容下 我们有奶妈 然后其实僧侣还挺能顶的 这时候 对这时候 好 这样不要站在一起 这样 对方火炎标最多一次打一个到两个人 这时候千万不能选进展 刚刚没有选 也蛮人是对的 20比7 OK 狙这个位置 狙的输出环境真是特别的很好的 可惜我没有特别好的狙击手的专精人 专精的话 属性太低 否则我一直我玩这个游戏 从一开始就想玩狙击手 哪怕他削了 我也想玩 因为他那个攻击的那个位置简直太好了 但是每一次 没有专精啊 属性掉大概10多点20多点的 我全是射手 你看全是射手 就很烦 来下一轮 带两个小弟在场上历练 打全球大赛有可能会用上 你看什么关键先生 飓风 最后一局是 所以属性加20 这个人就很恶心很恶心 最后一局全属性加20 我靠 我把 我把他擅长的 我把他擅长的 擅长的 擅长的 都是一个一般 他们擅长谁 他们进到了自己喜欢的 我进到巫女吧 巫女这个工具的有点远 有点恶心 好 对方第三选了冰霜马尸 为什么这么爱玩冰霜马尸 冰法 破法加骑士 好先加上 魔法骑士 那我再抢个火旋标猎人 说完AOE先打上来说 你们喜欢打近战 鬼活 再独别赖手 最后再来一首女祭司 OK 战法木加一个射手 可以 还射出AOE的 呃女祭司给他 嗯 女祭司给他 然后这个给他 好这样的话 呃就是状态对大化 这俩人属性都非常高 其实也应该不错 魂魏了 神能打几个是几个 他们这123 反正距离都还行 魂魏了神也能打一打 OK 你看刺客上来就是送的 啊这个 好可以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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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好有奶奶 那火法大哥你不要往前冲啊 火法怎么一马当先当提呢 我去 好 骑士蛮客幽灵 火法开启大招 哇霜 火焰领域 然后再开启个夹鞋 这个夹鞋可以 火法再开启 哇 火箭标烈手再一个大招 我去 伤害爆炸 对方开启了冰霜领域 过方给了个减速 哎呦完了 这波团命 以前两边互放一波团命 但是我方后排输出也很高 双EOE输出 还是非常非常杠杠的 20比8 这波赢了 只要阵容队哪怕我属性差一些 是可以打的 你看 独标烈手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弱的职业 你看打这个输出特别低 还没有对方的踢就是个 其实这个魔法骑士应该也挺厉害的 可惜 如果我 我一二位 其实有时候选个魔法骑士也行 毕竟上赛机加强了 席浪加多 有右有输出 还可以 哇 老对手 Heaven Esports 好吧 唉 黄金联赛还是非常难的 我刚刚 两连败 你敢信 这里敌人真的好厉害 对面的属性 这个Heaven Esports 看到没有 他的属性其实跟我差不多 甚至比我低 但是 他竟然能打到第二名 我现在就想不通 而且我刚刚我 连续两次 败机都是败这个联赛的 垫底的人给的 就很难受 有时候 这个游戏当中的战斗比赛 真的是蛮玄学的 来 先看一下对方擅长的 我死灵法师先进了 障碍法师感觉上 一般吧 有时候有呢 我死灵法师 夕夜狗不太喜欢 他会扰了我的阵容 对方一手僧侣 那我一手火把 然后一手骑士 就是 就是我感觉就是 在黄金联赛 对方很会搬选 就是每一次会搬一些 让我自己很难受的职业 呃 然后我的僧侣被强大 就三抢回旋标的人吧 我现在手头没有特别 擅长回旋标的人 就很难受 对方双EDC加幽灵 我去这么刚的吗 那我最后一手抢女祭司 抢个回血 好 这波起码对方给我给的这个 呃阵容 我的发挥阵容应该还可以 你一次给他 骑士给他 OK射手给他 还行 这波给我赢一把吧 已经二 已经两连掰了大哥 而且你看对面的输出房也高了起来 我的骑士有点扛不住 但是回旋边猎手 这个打后排是真的厉害 回旋边猎手加活法的两个AO 一切对方的后排真的好强 但是对面僧侣怎么一直切我方的 后排就很难受 这个去玩到后排 我觉得就是互切后排 前排踢着要顶住 然后后面就是 互切后排 哇 这个大招 这个大招爽 嗨 嗨嗨嗨嗨嗨嗨 太嗨了 有时候回旋边猎猎手 就跟火法在人堆中放一个大 那一次直接死杀 就是有时候你的阵容选的好 然后也有可能是 战斗当中大家看选手的发挥 比如在人堆中放大这种 你像火法和回旋边猎手 在人堆中放大 伤害非常的高 上一波我输了 但是我没有给大家开录制 我想自己先玩一玩 结果就是对方 直接一个死灵法师 然后复活了我方的 回旋边猎手 然后反手一个大爆 方人全秒了 所以我现在有点讨厌 这个死灵法师 而对方是一个 30多专精的死灵法师 非常厉害 我现在手头 没有专精的新的职业 再加上属性没有碾压的情况下 不太敢乱选一些其他的样式 好吧 先把第二名Having Esports 先干他再说 老对手二爷 我们能赢 这门下半场比赛全尽力而为 来 这个老对手 我感觉我还是比较了解 他的战术风格的 现在五打二胜 他也是排行第二 首先我们先赢一轮再说 搬选 对方这个狙击手一点 反正我把这个狙搬的 我知道他这个Having Esports 特别喜欢玩具 搬到鬼魂 第一首先 活法 只要活法 呼善标和女祭司 都让我抢起来 骑士都让我抢起来 基本上就无敌 对方抢了 哇死灵法师 这个太恶心了 先抢一手女祭司 看一下 对方箭矢加骑士 加死灵法 我这里可以来个踢 踢职业骑士被抢了 僧侣没有选 那现在就只能 这样我看 我现在我踢的阵容 就比较捉襟箭肘了 箭矢也被选 我现在踢职业 就只能选 没有擅长的盾牌兵 这样就盾牌兵 就输出不够 而对方有死灵法师 有骑士 有箭矢 这个后排的切人能力很强 所以 还是回弦标吧 这把就 可能我方前排不够肉 对方有一个吸血鬼 哎呦我去 这个阵容只能先这样打了 让T 反正 他那个属性加 他他很少能杀人 所以让他这个先锋 直接就比较好 然后主要看火法和回弦标了 这把不好说 对方这波半血上 有点难受 你看这个 血鬼 血鬼每次杀不掉 你打到残血之后 他回去了就很恶心 然后我方这个T 就是没有骑士肉 但是还行 还行 还行 血鬼就是切我方后排 然后切完之后 他残血会回去 一直切不了的话 相当于 对方的血鬼一直不减圆 但是他也没有 他的输出也低了一些 OK 大前锋直接转死 把血鬼干掉 哎呦我去 对方箭矢开了大招 5比3 好我方 开启嘲讽 火法开启大招 全部烧 火焰灵域开启 烧死对方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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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唤师 高斯塔 nice 血鬼这个东西 你看 这个火焰镖他可以穿透 就很 特别喜欢对方扎堆 你看对方召唤了个 召唤了一个火焰镖镖 放出个大招 打出一波伤害 直接打出700多点伤害 还行 还好没在人队中 他赢了 有些时候 你像 我刚刚打两个垫底的 对方属性好高 都是70多点属性 我都输了 然后现在是爬上第二的 Heaven Esports 他们属性竟然没有我高 我不知道对方是怎么打的 OK 我把第二名 录下去一波 现在是六胜两负 这个Motion Esports 哇这个Motion 感觉好像也很强那样的 好 先看一下那个计划吧 诶 要结束了吗 这赛季还有一轮 ITY Games 总共是9场比赛 好 我们的上半 上半赛季马上结束 希望能以一个圆满的成绩结束 以第一名结束 大意了我去 来来来来来 下一波看到的是 对阵第四名四胜四负的 ITY Gaming ITY战队 我搭了12小时比赛 就是为了看强无敌取胜的 毕竟还有全国大赛 大家那属性都好差 还是 还是手发更强一些 感觉替补 替补席上这些人物的专精 总感觉有一些怪怪的 就是一上替补席 我就不知道我手下该怎么玩了 来翻选看一下对方 对方好像兵法有点强 但兵法很弱 我搬掉对方的无法骑士吧 对方搬掉了我的女祭司 那我再搬掉对方的 斗士 斗士有点肉 火线没来人进了 那火法 这火线席我觉得真挺bug 这个游戏还存在漏洞 其实也很强 啥意思 骑士加盾牌 不用握口 双肉阵容 然后他搬掉了大奶 他曾干嘛 加个僧侣 轻射点 会攻击又生命值最低 他会进我方这个区域在乱跑 然后我肯定全手射手 然后 然后有一个人这里 来手巫女吧 好久没选女巫了 巫女本身也有加血 双加血 像死灵法 我去对方这个 纯肉 纯战士加个死灵法 在后面就是偷鸡这种感觉 来巫女就打二号位 当前锋 然后跟僧侣护奶 因为对方很肉 肯定是想换 看对方这个职业 他是可以直接切好方后排 但是 他有一个那个轻视弱点 就会攻击我方血量最低的职业 但是 但是我这一次选了双奶 他切不掉 其实想要一个人单去切我方后排 有点难看 他会冲散我的阵容 但是 有一个单体伤害特别强的攻守 攻守其实蛮客气 他攻击附带穿透效果 就是 哇对方直接复活了一个僧侣 我野蛮人开大 我去 人神门开起 这个大招 搞死对方 火焰灵狱开切 哇 还行还行还行 还行还行 这野蛮人刚杀疯了我去 你看野蛮人这个残血 这一波我选这个ADC 选对了ADC就是单体 特别 有护甲穿透效果 特别适合打这四只大肉 我就不着急 慢慢点一 一件件点也不着急 反正点他们残血 OK10比8 应该10比9 不会吧 10比10我去 不会不会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要翻车呢我去 来 开一个战术指导会议 大家再接再厉 我不觉得这么强 这个 这个蛋毯 这个饺子你怎么回事 大家 刚刚从连败的阴霾当中 缓过来 你这个最后时刻 给大家泄气呢 来 你看别人的属性 护甲穿透攻速 攻击生命最低 进了火焰灵狱 我先进个死刑法师再说 烦死这个 女祭司 噓血我也进了 我进到了我两个僧侣 那我活法加骑士先拿上 你总不能全进我用的吧 对吧 我最怕就是对方进我俩 然后再选我俩 正爱法师 骑士活法有了之后 现在有个有点缺奶 僧侣不太常选了 那这个巫女 巫女先不着急 先射手 先上下再说 对方的障碍法师可能会比较肉 我对方我巫女选了 我去 巫女加箭矢加障碍法师 我这一波没有输出 那我再上个大局 来 你既然选了我的巫女 那我就是把ADC进行道解 骑士给你 不是骑士给他 然后射手给他 这样狙击手就是外围打酱油 他属性虽然低 但是他有 呃 护甲穿透效果 先锋之谋 来 双ADC 你们喜欢肉 虽然这 这波相当于三叔叔 你们肉是吧 我们三叔叔也更高 这波不要奶了 直接切他这个巫女 直接切死 两剑一人一剑 你直接切死 我但是前排没了之后 好像破牌有点脆 我没有奶妈 我去 我对方这个辅助有点恶心 不是个套盾套起来了 炸掉 哇去 举手这个一个手雷 别炸死 好 火焰领域开启 对方开启了护照加冰神门 但是他护照 护照的放的位置有点问题 对方的辅助在滑水 对方的辅助在搞笑 哇 对方的僧侣开启了护盾 现在需要顶一波 顶一波顶一波顶一波 僧侣那个 其实开启了嘲讽 火法 哇他这个护盾有点可口的火法 火法每次所有技能打在护盾上 好 点掉 但是这一波 我选的精髓是这个狙击手 狙击手真的点的 在后排的输出好爽 428输出 比我方专精的这个攻手 打输出还要高 你看 攻手专精比狙击手 多了30点的攻击力 但是依旧 依旧输出没有狙击手高 好的 所以这个游戏当中 这种才是关键 OK 我应该以7胜2负的战绩 排行第一 哇这个Heaven's East Fox 可以啊 第二 6胜3负 诶 在本日推送母丁之后 新英雄实装了 又可以出现新的英雄的瘟 瘟1 来看一下 哇 果然骑士削了 死灵法师也削了 死灵法师攻速降低 还是CD降低 然后骑士血量降低 忍者 哦 忍者增强啊 忍者上赛季 虽然他的血量降低 但是他这一赛季的技能CD降低 忍者增强 女祭司啊 女祭司增回来了 狙击手也增强 忍者一手的大招CD增强 然后血鬼增强 哇去 好 本周开始可以自由招募选手 我余万六 但是下赛季不一定给所有人续约 然后招募 看看 好 这边有个维诺斯 他喜欢 他会这个 他会这个 使用法师 但是他的特征是平平无期就很烦 哎 也没有什么可以招的 那就等下赛季吧 看一下我们战队的人物 生肩 生肩 是这四个 然后鸡腿没有上去的甜膏和汉堡 甜膏会回旋喵猎人专精 然后巫女 但是其他巫女忍者和吸血鬼的专精都好好少 他的属性也一般 呃 然后汉堡呢 黄泳猎猎人障碍法师和吸血鬼 其实下赛季可以让 让汉堡上去玩一玩 因为汉堡这个新职业嘛 吸血鬼增强 然后黄泳猎猎人增强 应该也还行 这是什么 对 还好 那是什么 要不要 是什么 就 就 大家